星期六,香港民航处的新空管系统再次故障 导致多班航班的资料显示出现问题 民航处9号发出声明指 当时有八班航机仅显示航班的高度及位置 其他未能显示 而这次故障也第一次令有关方面 启动备用系统应急 民航处说,有关现象是用户个人设定总数 超出系统预设上限所导致的 而本质是飞行员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 谭文豪则质疑这是低级的技术问题 这套系统也有所谓的磨合期 我不知道你想磨多久 由去年的11月磨到现在 我当然是期望越磨越好 现在出现就好像越磨越差 好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才突然间发现 有那么多低级的问题 我们想想一下 一套的空管系统其实是很复杂的系统 去处理很大量很大量的资讯 这样的一套某程度上都是超级电脑的东西 竟然是因为用户的设定 其实用多多少RAM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用户的设定用多多少RAM 而导致它这样拖死了 这个你听下去其实不是吧 这样的错误都可以出现 他有要求民航处重新检释有关系统的安全性 并希望当局研究是否有需要 购买另一套安全性更高的系统来代替现有系统 谭文豪表示已经去信政府有关部门 要求当局暂缓拆除原定在下个月移走的旧系统 因为一旦出现其他问题时可以用旧的后备系统 香港民航处上个星期曾就新空管系统发表中期报告 称有关系统的可用性达到99.9% 属于国际最佳水平 而磨合期间出现的显示屏未能显示航班资料 以及电脑短暂故障的问题已经大致解决 自由亚洲电台特业记者王思维香港报导 歌词 担当局 选择 guidelines 词 词